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进党开始清场 让国民党团他们占领主席台 没有办法再继续占领下去 那么总共50分钟就排除了整个国民党团 那么随后立法院长尤锡坤就宣布会议开始 那么民进党团提案 监委人士的审查改为书面 就不用直询了 那么昨天民进党团以人数优势表决通过 不过国民党团现在抗议说 昨天这个表决是无效的 因为他们认为说 有一些民进党立委明明人当时就不在场 那怎么投票呢 怎么以人数优势来通过 这应该是无效的投票 所以国民党团他们现在要求说 必须要宣布昨天的这个表决是无效的 所以监委人士的审查还没有结束 所以今天不能来进行人士同意权的投票 那么国民党团他们说 请承局再来一次 请这个监察院长被提名人承局 再来一次再来审查 民进党团就说你搞得我好乱啊 你们当初不让承局来上台被询 那么现在要承局再来被询一次吗 所以现在呢 国民党团是在异常的中间来进行抗议 那么民进党团呢 他们也是以人数的优势持续的占据主席台 来保护主席台 确保等一下这个会议可以如期的来召开 并且今天要进行监委人士同意权的投票 但是国民党团现在呢 就是要让这个会议没有办法来召开 在前面表示说 昨天的投票是无效的这个程序 是有问题 那么现在民进党团也在备战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昨天其实是 整个党团睡在立法院议场里面的 就是为了避免国民党团 又把这个主席台给站下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主席台上面主要是 由民进党的南立伟 庄瑞雄 还有杨耀来赞助中间的位置 那么其实立法院的秘书长林志佳 也站在旁边准备要让这个会议来召开了 那因为国民党团他们现在呢 是只有在议场中央 是没有赞助主席台的位置的 那么所以呢 现在呢 看起来是还没有办法来阻止这个会议来召开 那么目前还是持续在抗议当中 那么时代力量呢 也表示说这个审查 希望还是可以让被提名人来背询 否则他们是没有办法投下同意票 而民众党团是直接表示 他们出席但是拒绝投票 那么以上是来自立法院的真心现场 我们把时间尽头交缓棚内 而且大家看到是9点钟到了议场内的情况 而议场外呢 一大早我们带大家来看这里呢 就有一群人跟远警爆发冲突 目前气氛又是如何 连线家宣告诉大家 家宣 提名 派海提名 请大家 好可以看到呢 其实今天是立法院来审查监察院的一个人事案 而国民党也号召了群众在场外来做一个抗议 可以看到现场是集结了超过大概是两三百人左右 而他们呢也是大阵仗 不仅有非常多人是拿着手机来直播 甚至还租了战车 而且还有呢这个国民党的议员 甚至是韩粉 杏仁哥跟他们的铁粉 也都偷偷到场来声援 而警察呢部署呢也是非常的严正以待 可以看到呢旁边的警察呢已经动员了大概是七百个 就怕会有冲突了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冲突的一个画面 拉斤 我们要看到 波士星发电比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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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到呢 伤口的称呼真的是非常的激烈 而且是一波接一波 有非常多的民众呢 几乎是已经失去理性 一直朝着警察来推挤 而警察在现场的时候呢 也已经拿起麦克波要呼吁民众 一定要理性 但是呢 还是有民众是拿着雨伞呢 要来这个队的警察来做回答 不过呢 警察也是一直在呼吁民众表达抗议 但是一定要理性 而就为了要防止像这样子的不理性的冲突 所以可以看到警察呢 已经是集结甚至还有盾牌 而且旁边呢 还有这一格格的盾牌跟巨马 层层的巨马都已经架了起来了 就以防万一又再爆发激烈的一个冲突 而稍早的时候呢 韩粉杏仁哥呢 也是因为要因为现场的道路已经做了封锁了 也是因为呢 要来进出的一个问题 跟警察爆发了一点点的小口角 也是要为监防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因此呢 警察现在呢 也已经动员了大概700名的一个警力 那每次现场的最新情况 把时间进行交还同类